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我這個地方 我平常就是在待機狀況 我們叫待機就是說 今天我還沒解鎖之前 或還沒滑開之前 你就可以看到 手機現在常常都有這個功能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日曆了 代表說有一件日曆的事情 代表有LINE的事情 還有一封Gmail等等的東西 所以呢 那我可以先解鎖之後 然後解鎖之後呢 事情有可能你不知道 你剛才有什麼事情啊 你從上面滑下來 對不起,這是Android版 Android版從上面滑下來 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事情 要下課 有沒有 日曆 日曆提醒的事情就在這裡了 OK 那其他的 當然就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看 但是呢 剛才有同學提到說 那個以通知提醒 跟以電子郵件提醒 差別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你不小心哦 手滑太快了 我把這則訊息 從左邊往右邊滑 或者從右邊往左邊滑 一滑 不小心滑到了 然後 訊息就沒看到了 通知就沒看到了 好,可是Gmail至少不會那麼輕易的滑掉 你還要點那個跟你Gmail有關的 好,點Gmail 這樣子進去才有可能看到 那個你的Gmail通知 OK,你的Gmail通知 好,所以呢 這個地方 你要設Gmail通知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手機帶習慣了 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設定以通知提醒最多 好,因為它就直接跳到你的螢幕上面 那大家也不用擔心哦 像剛才那件事情 我們預設已經是30分鐘前會提醒了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Google日曆叫起來 再把這件事情再點進去 你看 預設就有30分鐘前會提醒 30分鐘前會透過電子郵件發出提醒 然後40分鐘前會 剛才這是我們家的 40分鐘前會以通知提醒 所以40分鐘剛才 7點50已經通知過了 等一下30分鐘前 8點30分鐘的30分鐘前 就是8點 等一下8點 通知又會跑出一則訊來起來 然後同時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切到電子郵件 你的電 8點的時候 你的電子郵件也會收到通知 好,那到時候你的手機畫面前面 就說你這時候假設 這裡 你又看到有日曆的一則提醒 然後 甚至你可以看到類似像這個Gmail 它又 它給你顯示有一封郵件 OK,它會有這樣子 好,所以 時間快到了 等一下又會再新增 又會跑出來 好,那但是呢 我先把這一段先結束掉 說明先結束掉 再重講 好 好 好